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现在这些房子看上去有点旧了 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居住条件了 小夏的父母是工厂工人 当时八万块买了这套房 一家人在一百多平的宽敞房间里过得很舒心 后来当棚改不断推进的时候 小夏家的房因为条件比较好 只做了一些加固和修缮 另外加装了电梯 并没有得到令他们一夜报复的拆迁款 这件事给小夏的父母很大的打击 而上初中的小夏和弟弟 只知道家里不能发财了 从这之后 父母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极端了 尤其是母亲 频频埋怨父亲没眼光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没去买那种老小区的旧房子 硬是勒紧裤腰带 花八万巨款买了这套房 母亲说 当时每个月工资才两千二百块 八万块钱 咱们攒了多少年 这里面还有我爸妈给的一万块呢 就你 打中脸充胖子 买了这么个房 老陈买了某某小区的房 他家分了八十万拆迁款和两套房 你看看人家 像这样的抱怨越来越多 父亲也哀声叹气 一开始还不说什么 后来就和母亲吵架 小夏和弟弟在这样的家庭生活 虽然已经是懂事的年纪了 但是三观还未成熟 在父母对拆迁款的执念下 价值观渐渐发生了变化 后来小夏和弟弟也长大成人了 小夏比弟弟大四岁 先谈了恋爱 他很会挑选对象 几年大学生活 没让他泯然重人 他和社友一起学化妆 减肥参加派对 号称是扩充人脉 打开社交圈子 其实他只是想多认识一些有钱的男生 工作后 小夏借着大学的人脉 在朋友圈子里 长袖善舞 唬得别人 拿他当好闺蜜 小夏通过好闺蜜 认识了一个家里 算是小康条件的男生 虽然还算不上是中产家庭 但这已经是小夏自己的条件 能够找得到的就有钱的男生了 小夏忍辱负重 跟男生谈恋爱 不做作 不无理取闹 处处体谅对方 装温柔贤惠 经过两年的时间 总算是拿下了这个男生 结婚之后 小夏拼命讨公公婆婆的欢心 让婆婆认为 她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把婆婆哄得心欢怒放 然后小夏又面露难色 唉声叹气 引起婆婆的注意 被婆婆询问后 小夏说 我弟想结婚呢 但是你也知道 我家条件不太好 恐怕买不起那么好的房子 但是女方非要买个好的 婆婆一拍大腿说 这算什么事啊 我家里还有一套拆迁送的房 租出去了 你弟急着要结婚的话 房就借给他 等他们小两口以后 自己攒钱买了房 再把这套房还给我就行了 小夏一听拆迁这个词 顿时就受了刺激 当下就答应了 还承诺十年内必还房 于是小夏的弟弟就和弟媳 搬进了这套房里 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期间 小夏的婆婆一直没有问房子的事 毕竟人家条件好 眼皮又薄 觉得答应好了的事情再问 就好像催别人还房一样 怕尴尬 婆婆怕尴尬 但是小夏却不怕 她只要察觉出公公婆婆 对自己弟弟的情况有点好奇 就主动跟婆婆编瞎话 说弟弟工作多么多么辛苦 加班赚钱多么多么累 又说弟媳人品不行 总是乱花钱 一次两次这么说 婆婆相信了 还替小夏的弟弟发愁 等小夏再找更多借口之后 婆婆就觉得不对劲了 眼看着十年之期 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小夏的弟弟压根没有买房 婆婆觉得自己受骗了 也不再相信儿媳了 就让儿子去把这个房要回来 小夏的丈夫 对小舅子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 她对这件事很疑惑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现在她知道了 自己一家人都被妻子骗了 她很生气 没有找妻子 直接上门去找小舅子 小舅子一看是她 压根没说话 把房门一关反锁了 丈夫火猫三丈 打车去岳母家 要跟岳父岳母 说清楚这件事 然而岳母听了女婿的来意之后 翘着二郎腿 一脸不屑的说 校房可以 让你爸妈再拿四十万来 给我儿子买个房 不然我们不搬 女婿跟岳母理论 但是岳母却振振有词 也不是我们难为你家 确实赚不来那么多钱 不像你们家做生意的 指不定赚的钱 干不干净呢 给我们四十万 好歹 让我儿子买了房 有地方住啊 不然 你养着他们一家 见岳母这么不讲道理 女婿气的回家 告诉了自己父母 最后 他们报警了 因为房产证上 写的是南方 父母的名字 所以 最后 小舅子一家人 还是不占领 被勒令搬走 小家 见讨不到便宜 又想 颤逆婆嫁 但是 丈夫直接跟他离了婚 把他赶回来娘家 最后 落得个人才两空的局面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 总有一些越难平的事情 给人 留下了很痛苦的经历 但这些痛苦 需要我们调整情绪 积极面对 或者 将它抛之脑后 这些 都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在面对人生悲剧时的 自我调解方式 唯独不该把自己的痛苦 报复在无辜的人身上 尤其是搭上自己的婚姻幸福 一 与其贪图婆家的钱财 不如踏踏实实工作 婆家有钱 对于儿媳来说 最多能证明 丈夫财力雄厚 可以给自己和孩子 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 孩子以后的教育资源 会比较多 钱总很好 但是 婆婆有自己的人生 她也有自己的子女要疼爱 把钱给谁 是她的选择 如果儿子觉得婆婆偏心 她可以去提出抗议 但儿媳 却不该对婆婆要求太多 与其眼馋婆婆家的钱 想方设法 算计婆婆的财产 不如 自己老老实实工作 拿劳动 换取属于自己的报酬 至少 这钱 要拿得安心 不用害怕 被别人收回去 儿媳 中将会和婆婆一样 有自己的孩子 成为孩子的榜样 一个贪图婆婆钱财的女人 在自己的孩子眼里 又能是一个什么好形象呢 二 有钱的婆家 要警惕 儿媳的谄媚 一般来说 比较有钱的老太太 也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 应该能做到 会演十人才对 但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有些做婆婆的 年轻时候父母有钱 自己可能从事的是比较文艺 文学方面的工作 现实生活中 人际交往较少 所以不能看穿别人的心思 这也是正常的 这就需要做婆婆的提起戒步心了 乏人之心不能没有 被坑了 再后悔 可来不及了 尤其要提防的 是儿媳突然不同寻常的谄媚态度 比如 有的儿媳以前不嫌不淡的 突然主动给婆婆送礼物 有亲密的动作 这些会比较反常 如果婆婆近期在金钱方面有什么动作 比如投资 买房 给子女大额金钱 赠予之类的 儿媳在此时突然谄媚 那就更要小心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н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